一個好打得的林鄭月娥 貴為我們香港政壇權力最大的人 全香港權力最高的女性 男性也是 你去到這樣的情形 還用十年、二十、三十年前 你在英國老教你那一套去做 但是做些不做些 調查完會做甚麼不做 仍然是希望 我想見一些學生 你想想之前還說要閉門會議 那些學生是假裝做事 假裝溝通 假裝溝通 和市民交代 我是有心跟你溝通的 不要拉我下台 和市民交代 和北京交代 我盡了努力 既然他們都這麼野蠻 麻煩你強硬對他們 不關我事 我盡了力 這班學生 雖然在這個時候 提起以前沒有意思 譬如泛民 很多朋友說他們 這班是納磊 納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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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磊 納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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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不同派別甚至世代甚至政治不同光譜的人一樣 除了因為他們肯犧牲之外 這重要是肯犧牲 犧牲才有感召力 為何泛民他們經常吵架他們 不單不犧牲 還要舔我們著數 你想想 譬如有些人都翻舊帳 上年譬如說鄭松泰4月有一個議案 就是要求成立警察的資料庫 你做了甚麼壞事 放進去 當時李日少嘉津莫 光民主黨 包括你的抗神都有份反對 那倒是 但我們要這樣說 到現在這些關節口 大家盡量同一口 一致對外 這些議案你快點可以再提過 我們今次之所以是團結了 除了那群學生的所謂肯犧牲之外 更加大原因 就是大家看穿這個政局 以及看穿林鄭月娥的惡行 先不要說梁振英那一塊 林鄭月娥上台做的惡行 我們上個禮拜數過 慶祝難輸 短短兩年入面 因為他自己覺得自己好大德 因為梁振英那民望已經去到 這麼狠狠狠狠 他於是讓議案過得到 他就真的覺得自己是這麼狠狠 現在就一群狠狠地要摔離一交 現在我只要問 死了四個 或者有人說五個人 為甚麼你從來沒有回應過這五個 以及你沒有回應過你的新聞處 去刪減政府的稿 為甚麼這次人不見你 社會會反而支持學生 以前在反魯莽董的年代 都會有一群和理非非人 其實董建華白癡低能力 他下台就可以了 然後你去到梁振英的年代 其實都不是這麼對立 即是說梁振英未上台都知道是混蛋 是正仆賊 見都不想見他 他消失就可以了 但你今次的林鄭 就算他肯下台 都未必收到科 因為現在的民情都撕裂的程度 你不知董建華 當時的人出來遊行 都是比較遊行就算了 不是 當時的人還有這麼犬餘 香港人也進步了 即是有些寄望 還會說董先生人是好的 不過是蠢的 當然有些人是這麼想的 其實公官就不關他的人 不笨不笨 是制度的問題 你好像林鄭月娥那樣 如果是人一票選出來 他行不了 為甚麼 因為他自己已經 說真的 就不會出現這一條 我想四月已經 即是收回來 立即收 李家超 其實我們可以甚麼都不做 但是當我想起 潘... 是否潘曉... 潘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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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潘曉曉... 潘曉曉... 潘曉曉曉的父母 自殺的家長又怎樣呢 潘曉曉曉的 潘曉曉曉的 潘曉曉的 那些是否沒有媽媽生的那些,四個五個自殺的那些 他們可以不跳樓的 那你作為一個政府 你要這樣想想,自殺未必是單純因為這條所謂的逃犯修正條例 但他們是覺得沒有希望 那為何會沒有希望,在各方面都沒有希望 老實說,我不知道你有沒有留意到 自殺這幾個,我應該要這樣說 有些是大學,有些是剛才去工作,有些是教學 張盧一般來說,我不是說什麼 他們都是普通家庭出來的 你有沒有見過自殺那個人說是在士多啤梨山 居住禮賓府 不要說是禮賓府,住在樓邊神道 因為我不是說這樣代表他們,就不關心香港 但是那班少年人,那班青年人的確 很多事情,即使覺得香港好不好 都還沒主動來他們賭 但作為一個基層家庭或普通家庭的少年人,青年人 怎麽未讀完書就已經在想過貓皇 又要有機會又有希望 畢業等於實業,認識別人就好過去 怎麽多萬元赤樓 那都算了,大家會去捱 沒有副幹就被人幹 沒有副幹,被人幹也沒關係 被人幹完有運行就說 被人幹完不代表可以有運行 你那次大陸的那個女人公官 說跟40個診者上到副市長 我說屌你了好不好 屌啦,哪有可能40個啊,這麼少啊 你現在問問吧,什麼范冰冰那些 你問問阿澤他們 一晚40個就有 屌你了好不好 全部無論是小公、海報、屌你了 燈光、化妝、送外賣、茶水 是個個都可以診 不要說老闆,是個個都可以診 一個女明星相對上面 起碼被屌你了三五百個人潛過 不要說我說 還會介紹 是啊 那個導演潛完 還有很多群抽 不是,那個導演潛完 那些製片,那些個個潛完 我前回看,連王寶強 替身,不知道再加上兩個 不知道什麼什麼的總母人員 就可以叫一條女兒上酒店房 三角七,搞她一個 不是,這樣是合理的 替身也可以 這樣是合理的 他懷念那些女生覺得等價交易 就算你,萬一你真的介紹到 就怎樣 真的介紹不到就當被鬼擇了 他也是把身上 你不要以為只是那些電影製作人員 老闆 那裡可能有一百多十人 那些導演還會跟那些同學 他那些朋友 他那些朋友 他那些龍舍 這個是 這個是 這個是林總 他也是在電影公司的 是 你看看,好好陪他 那你能夠問他 他就給亂看 是 再不是 你不相信我嗎 那又來了 是 所以你說香港 說真的 你說你想被人幹 你被人幹 你又有知識 被人幹完分鐘就 也事白幹 是 是因為見到沒有希望 除了是新及新的發展機會之外 現在這代人不肯同 不只是吃飽飯 因為他們在某程度 真的在吃飽飯這個世代成長 是擔憂過沒有飯吃 我要這樣說 在現在來說 物質上 是的確我們成長的年代是豐盛的 但是我們成長的年代是充滿機會 你會充滿希望 哪有人自殺呢 為什麼這個社會會有這麼多小孩 或者甚至乎現在要這樣說 其實陸陸續續 可能在這幾天 我希望沒有 仍然會有人自殺 他不會說 未必一定會寫為輸 也一樣是成的 但是一樣是社會令到他們 失望 我就算再說遠一點 那些學生都被殺 過去兩三年 死了 死了八個學生 二三百個 每個月都沒有 是學生 在吳克劍的年代 那為什麼 你是否覺得政府沒有責任呢 那時候又成立了委員會 然後後來那些人都決定了 原來是屌你老母 原來是浪費 好了 去到今次今日 於是有人死間了 出到死間了 出到每個星期出來搞 出到失去管治能力了 你還要屌你老母 在這麼目中無人 還要想放一些大專門學生上台 其實那一招 就等於看監獄風雲 大家有沒有看 1987年 大咪專門 大咪專門 跟梁家輝和周仁廣話說 你 consigo進來 梁家輝打到你 你跟我進來 這樣 你不用裝鬼了 現在我跟你自自上 都不去 改天不給我吃飯 看外國怎樣看著你 好 多謝你 真是用這些招數 把人上台 你實在太能低了 今次今日大家看得很清楚 不單一事件在這看 大家看過你幾年,你可能可以說你是不幸運,沒有人這樣說 其實林鄭月娥除了她自己的性格之外,她也是背起了這22年 根本就不可能有一國兩制這件事出現,正如林康正不斷強調 當他小時候已經問,既然一國何必有兩制? 如果一國好東西都不用做兩制,一國一制就可以了 你都是中國人的地方,為何不是一國一制? 你可以是香港制度也可以,如果你說香港制度是好 為何有一國兩制?是不是有高級,一個高級一點,一個低級一點? 所以我想到只有兩國才有兩制,好像台灣和共和國 老實說,所以到現在這個時候,我們只能這樣說 譬如勇氣不夠的,只能夠仍然站在學生身邊 現在我最討厭的是,玩分化,玩這些年輕人代表不到 譬如你之前的袁萬聖,就是董知英 再加上你昨天的影片,這個年輕人在說 大家要和平表達意見,原來那個就是經民聯繫職員 即經常找一些人造假出來,想蓋過這些才代表年輕人 那些不代表,那你又不夠膽整個公投? 不是,這件事是沒有辦法的,其實政治操作都是來來去幾招而已 特別是你香港人自己真的不太喜歡去深究 這次其實每一次都令到我覺得是跌眼鏡 譬如有些人攝收一些訊息,對呀,年輕人都不代不斑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見,是不是他們說 即是有些人真的會這樣想 但是現在看上去就是因為實在這個特區政府 那些事情做得太噁心了,包括那些黑警 亂打人,不出pass 那些是沒得搏的事情來的 然後你們繼續這樣去玩他們 一定是將那個爆裂的那個點,真的爆裂營警 這件事去到去很前 而那些美烈不堅定的人,包括現在想法出來做維穩 或者模糊化這些事情的人,他們是不會出來的 因為那些人是純粹為利益的,包括港人港地 所以我覺得大家最重要的是不要怕累 起碼今次不只是要剝林鄭月娥彭雅 你真的要大大聲聲,大大聲聲告訴國際社會 我們是要普選 既然人家都這麼看得起你們 譬如泰吳士博有個學者 都說世界應該要向香港年輕人學習 向香港的示威者學習 你不就要做一場好戲給別人看 就算是贏已經沒有問題了 這些就是尊嚴了 我都說過,我在今次市的這個月裡 我都很跌眼鏡 因為我講過的,你不敢去死 你不要跟我說革命 你不要跟我說改變,浪費冷氣 那麼犧牲自己的利益,他就贏了 即是如果聽了我久的節目 我或者是泛民,或者是本土 其實全部浪費氣 你不敢說,你不敢死 甚麼都不要說 你不敢殺人,才會自己死 殺人,你甚麼都不要說 不是啊,我們要和平 大家再想一想 好了,現在夠膽死了 夠膽拋棄自己前途 那你就有希望了 這個世界上很奇怪 當你夠膽拋棄自己的命 夠膽拋棄自己的前途 反而就不用,沒有了命 反而就不用,沒有了前途 россий知道這個任何事 所以各位朋友 例えば不是上星期 我不是在香港 例如下星期 通常連續續 Iowa 還有這些都怪 野貓式也好 你知道,可以說 大家是一定要出來,不可以讓他少人 因為你說我不想衝,沒有人不用衝 你十萬人,二十萬人,你怎麼都在那裡 他都誇張 你如果仍然很難 當然,你訂機票要去玩,林康政敗要去,那當然沒問題 我甚至覺得大家聰明一點都不需要每個禮拜要出來 真的可以分,有要摸和沒有要摸 每個禮拜都沒有,戴眼鏡還是不戴眼鏡 之而此類,大家用群眾智慧 喂,你媽媽,你只是這樣過個禮拜出來 好,不要聽,你二十萬人,我就落尖沙場 我就臭死你的大陸女子 如果大陸女子體諒,Sally 沒問題 有些人說搞鬧搞鬧,又說,我以後不夠多奶 那你不夠多奶了,你媽媽 每次都說,不夠多奶,每次都奶 要這樣說,他十九幾億人,和大陸人哪有尊嚴 他就算上次都說,不要說是大陸人 我每次都說,不想再去鬧 奧斯卡吧,又去,鬧你了,有沒有 日正,又去黑門 黑門時,再找問策 這節還有甚麼要說呢 這節沒有了,就休息了 對,我也樂ารρί 好,不是這節 大筆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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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不 呢,來,來 來,來,走音 還有歪冒 不要,不能這樣 我 straightforward 女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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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 女婿 ciones 女婿 女婿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次一次過拿 這條片關於昨天本來想播的 可能有公安、警察駕車進去調查 這陣子很多時間上執法 你見到香港說香港西洋暴力那班 陳百祥、譚永倫 你睜大眼看看 中國人、大陸人是怎樣對他們的警察 二十多三十個圍了兩個公安 然後你看到公安的車被人打爆 那兩個公安想逃走 被幾十個圍距拉跌到地上 找樹枝腳踢之餘 是兩個找這麼大塊石頭 是這麼大個好像我的頭那麼大 扔下去 這些就是大陸人示範了 反抗的時候是應該怎樣對警察 還有什麼才是為之暴力 香港那些小兒科 連工物又會撿垃圾 又不破壞文物 真是小毛見大毛 有這樣說的 譚永倫他們這一夥人真的很有趣 第一我相信他們真的沒有怎樣看這些東西 我相信他們 第二他們經常說 他們很喜歡說 如果在外國就這樣 其實包括 其實包括 真的很有趣 我看到手提電話打給我聽 各位 Hello 你好 哪位 我想參加今個月的日子 你貴姓怎麼稱呼 何小姐 何小姐 你有沒有用WhatsApp的請問 有的 不如一會我WhatsApp的資料給你 我正在做現場直播節目 Berry你本身 是呀 當然是我們 是呀 何小姐 還有 不是何小姐的 你知道我的規矩的 你叫什麼名字 Samantha Samantha 好 我待會WhatsApp的資料給你 拜拜 謝謝 我見她這麼客氣 就不吊賊她 擺明是一個比較斯文的女士 即以為是職員聽電話 我們自己問職員 66982429就是我的電話 好了 譚明老師說 如果在外國就這樣 包括我的美國朋友 在美國當差 都會說 你們香港的警察很斯文 我有一個美國朋友 怎樣說 即是在美國居住的香港人 他說如果美國 你試試有人殺入白宮 就開槍了 首先 美國人示威 是不需要走入白宮入面 會有外面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有足夠的民主制度 反映意見 第二 如果你試試 入了白宮 警察開槍 那些警察不單止會被人拘捕 受到司法制裁 連總統都立刻要彈劾 當然 兼且面對審判 我有很多當警察 他們說 喂 在哪裡 因為始終他們都是那一行 他們會用他們的角度去想 但是你要看清楚 他們最忽略的一件事 究竟你們面對你們口中的示威者或暴徒他們在做甚麼 你說像法國黃貝森那樣 真是衝擊你們的 連海旋門都不放過 對 於是你們會狠很多 我明白的 我明白的 還有記住 你們現在那些所謂好狼 跟你們說會打死你那些 他們在服務那個 還要是有民意的民選政府 但是即使是有民意的民選政府 都隨時因為這些事 是會落台的 而你們面對一群和平的香港 真是和平得不得了 OK 你這個是獨裁政府 現在這一群人出來做甚麼 可能連你們開頭都在反的一個條例的運動 你們這樣勾起 好了 說回大陸 大陸人勇武是肯定的事 又靠武漢 從來都是 人家的公安警察不會像香港那麼瘋狂 最多都是打身 他們不會打頭 從來都不會 但要這樣說 即是很少 要這樣說 大陸人很有趣的 他們往往我們見到很多 真的無日無知 不過他們往往是很想甚麼的 就不像我們現在那樣 是爭取一些所謂的政制 意識形態的東西 通常他們爭取的就是自己的利益 不要收到達地 不要在這製造墳化爐、化工廠 但又這樣說 香港人在短時間內是難以學習的 為甚麼那些年輕人呢 又有電話到 真的很有趣 為甚麼那些年輕人呢 真是忍不忍著我去聽聽 好難 先去下場 OK 喂 哪位啊 是哪位啊 是呀 我聽到啤梨的 我聽到啤梨說 我都不知道 喂 你知道我是啤梨 那你不覺得我現在應該在這個時間做節目的嗎 對不起 那你甚麼時間有空 你覺得我是甚麼時間有空呢 是呀 起碼都做完節目才是嗎 下午了是嗎 下午了是嗎 你真的很有趣 OK 對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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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男女的分別 不是男女的 是不是很可愛 是 這時候擺明在這裡做節目的了 BNO已經剛剛上網就聽到了 你聽到沒有 你聽到沒有 剛才公佈 是說爸聽找男母婦 我告訴你 我仍然到現在 我從小到大在聽我們的歌 是 那天我在開車在日本 我不是播我的歌 我自己在唱 陪著他 身心快樂甜語 讓我老婆吵 好 要得好 我說我是不會 為甚麼 第一 我已經入了一個骨髓 是 我不會再買一些碟 我不會再聽他的歌 但是入了一個骨髓 我就只能這樣說 用一個最近自我安慰的辦法 我們只是唱一首 譚詠麟唱過的歌 是嗎 還有彭健新他也沒有表態 彭健新那個歌 那我都可以 阿強也沒有表態 阿強就不出聲了 是不是 跟煙雞就沒有分別 阿強也沒有表態 所以我仍然可以聽一下 即是甚麼 誰說 甚麼 上懷 甚麼 人情冷戀 太深 現在就是人情冷戀 屌你老婆 OK 好了 還有一群人說要 譚詠麟支持你 其實我告訴你 人們說他已經更新了微博 是 我覺得以Alan 想想一個這樣的人 紅了這麼多年 普遍地位 全球華人接受的人 我想他心裡是很傷的 但你是該死的 屌你老婆 你知不知那些人現在怎樣 抹黑校長 很多人 星年五 說了他們 我說杜惠咪的淡濕東西 那些壞東西 他說那個 最英俊的那個 會唱歌的那個 去骨牆 不單是幫助大媽牆 壞到怎樣 跟大媽說 哎呀 你幫我出火 你不要收錢 我給你簽名就算了 可能別人說笑而已 你就傳出去 就好像人家好像私人一樣 我這樣說 我真是很公道 你想我真是公道 我公道嗎 我覺得一單不是一單 他這一單我們就很糟糕 至於你說他是不是 如果叫雞不給錢 我不信 又或者說些開玩笑 我也是 喂 你這樣說 那一刻都傳出去 喂 每個人都這樣說 我那時候 我老友 生哥哥 上東莞玩 那條女兒 說跟生哥哥說 那個死租老頭 譚明霖等等 他這樣罵頭子的 我也是 聽聽 他是這樣的 首先 我不會因為去玩 而排 因為說真的男人 當然要去玩 大哥 你不是要花錢來把握嗎 如果你想想當年 如果你想想 阿黃 如果你在澳洲被人撿竹王的雞 黎明也試過 劉德華也試過 天王全部試過 反而學人我沒聽過 學友真的是我 你知不知道 九十年代 剛剛天陽有情 原諒我也不光伴 華仔有嗎 華仔 去到十八層 你不要來吵 大聲 你不要去加拿大 你不要去加拿大 誰有雞 喂 是不是男人 你不要去加拿大 在香港 在香港 是否叫紅 都這樣 叫得 你就是不能去 他去到那裡 他以為人家 以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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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太熟 但劉德華那次 真的很有雞 天陽有情 在泰國 你不要去加拿大 all the girls 誇張 要是華仔糟糕 不要那麼慘 你不要去加拿大 說真的 你這麼紅 賺到錢 年輕人 不想去叫雞 你賺錢來 把錢 你不要最認真 如果特區政府 我沒那麼認真 我一聽見 那些女人說 說我老公不認會 男朋友 我最認真 你不要 是男人都要滾 不滾就不滾是男人 屌你老媽 我們有兩個 對網友 有年輕人 將這件事 發揮到臨尼眾志 他本來不是滾的 一天兩次都有 不是 每天都可以 他本來沒有 是你的老友臨歪 第一次就打了他 靈感到現在屌你 不是還有 還有 我們有個老友 明明那時候很傻 不是 那個傻子都說 其實那個獎也不太差 不是 我們還有個 老友素佬 他作為一個 四十多歲的男人 人家的年輕人 屌你老媽 你不停帶人家 又上山 又去不知道什麼 入下海 什麼法利 屌你老闆法記 不是 水王 陪伴 搞人家的年輕人 那個年輕人 你一天叫兩次雞 就是 千塊幾人 就是 他叫貴雞 他們去便宜 水王 不是 管官帶你便宜 去法仔 培伴伴 法仔都五六塊 六七塊 他都不止去 屌你老媽 就像俊仔一樣 叫我去健康 你神經病 不是 不過不要緊 他們這麼年輕 是提子才跟他走上去 不是 不要緊 年輕人 我認為是這樣 玩多一點是合理的 就像我說沒有聽 有人說 有明星足球隊 上去打 golf 踢球 屌你 就打十九個洞 屌你了 這樣就當然了 不屌你了 上去 晨早六點幾個 打完球回酒店 屌你都睡覺 屌你了 屌你了 記住 屌你了 特別是女性的挺眾 不要說我沒有女性 如果你的老公不屌去滾的 如果你的男人也不屌去滾的 如果你的兒子是清教徒的 你就大膜了 因為他一定是變態老 要不就不能想 如果男人說我不夠姜去滾的 Give me a call 66982429 屌你了 我立即叫我林歪帶你去 屌你了 你怎麼不敢夠膽 屌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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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是不是真的 屌你老母 哇 見過我生氣了 屌你老母 屌你老母不是怎樣 我這節說了 這節說了這些東西 最輕多的東西是大灣區 不是 還沒被大灣區 你說勇武 我跟大家說 屌你老母真的不一樣 因為他們的代價很小 我告訴你 你搞你 在我園村 屌你老母 什麼東西發工廠 我會生氣 我喝點水 就跟你死亡過 大不了物就坐幾年 因為這些是衝擊所謂 衝擊 原政府不是衝擊皇上 不是意識形態 不是要改變體制 最多就坐三幾年 你香港 我們過去 就是因為有鵪鶏 為什麼 貴 新肌肉貴 為什麼人家那些年輕人 這麼老公 其實除了他們沒有希望之外 他們能夠輸的東西也是少 你想想 預料錯了十年八年 甚至乎預料可能進去會死 這個世界就是這樣 最後如果假若我希望真的會有改變的時候 可能這一群人未必是最大的得益局班 可能最大的得益局班仍然是社會上的得益局班 從來都是這樣的 世界的運作 但是我們香港人 或者一個有良心的人 就一定要記住這一群人 你可以說他們很妄狀 但是這個世界上 我們太精於計算 我都說最令人感動的就是 一群人永遠都猜不到 原來反而是他們 所以這個世界真的禍複是難料 有沒有錢 或者考試考成怎樣 永遠是鋪了另一條路 好像今天我看到國師 發了一篇文章 說他們鼓勵DSE考生 他就說要為香港重促 是的 我扔了一張圖 我扔了一張圖 我扔了一張胸大 我扔了一張肥肥 你都厲害了 是的 但是我是同意的 你還要拿回那個行李 就是 有時候 譬如我們現在 抗爭的勢 不可以說是甚麼好的苗頭 但是相比起 那幾年的死氣沉沉 的確是生動了很多 而且我記得他一句話 我到今天都記得的 他就說 那些大陸人 即是中國人 是沒有資格叫中國人 他只是中共體制下統治的蠻宜 他根本就沒有中華文化 都可以這麼說 如果你用文化中國的角度來看中國 他們就是 你不要裝作 林匡正 你和趙博當年也搞過 中國是甚麼 大中華 大中華 本土幫 甚麼真中國人 的確如果用文化中國來看 我們不是純粹地緣 是的 的確我們可以 我們是中國人 我們是香港人 台灣人 因為我們保留的中國傳統 甚至乎韓國的部分人 是的確比現在大陸 唯物主義 社會主義祖國的所謂同胞 是深厚的 所以在那個角度 你是可以 因為我們算是真中國人 你是混蛋 當然是可以的 不過我們是不齒的 你老母 因為你總是要黃皮膚黑 就像中國人 我們當然是 我們自己是 British OK 這樣應該是高級很多 差不多 就算我們是做九等公民 我也要做 因為這裡是公民都不如 因為這樣的確是我們九等 因為我們那個British Citizen Kutu 是Oversee的 是的 所以的確是幾等九等 OK 好了 那你了嗎 我就很同意國師那一篇 我們在任何時候 現在的環境也好 甚麼都好 不需要太悲觀 也不需要太樂觀 你了好嗎 你考試很好的 考得很好 或者抗爭到了民主也好 事情太容易的時候 你又不珍惜 結果就為你下一個大禍鋪下 很簡單 我經常說千金萬買少年窮 大家去品味一下這句話 千金萬買少年窮 現在有時我看到我兒子 雖然我兒子一定不會是大小的人 但是因為他真的不需要 怎樣經歷過甚麼黑苦 就得到某一程度 很多人 即現在的年輕人都得到的東西 他以後怎樣自己出來賺錢 AQ難一點 一見了困難 就不知他怎樣算 是的 所以我們現在 這個世界上是很奇怪的 去到最後 估不到就仍然 現在我們說真的 我們在說這麼多口水 或者很多人看評論 又沙盆推演 其實最後關鍵的 就是有沒有勇者 這班勇者不一定是年輕人 不過我們現在習慣所見的 就是年輕人才有這樣的勇氣 因為我們太能計算了 我不怕得罪說一句 在這麼多次的行動之後 香港人又說這樣又說這樣 結果走到最前的 不要先說年輕人 有否過去一些說日後大事 還是有我的政黨組織 即包括小禮 有沒有 包括社民連 有沒有 即是你那時候沒有辦法 因為大陸是太過計算 所以在這個時候 我們也不需要推人家去誰做甚麼 大家是真的 記住總而言之有活動有吹雞的 大家不覺得是服的 譬如我們過兩天 我們明天再說 即是蔣君奧21號那個 然後網民自發就28號 是的 因為21號那個似乎有點伏伏 我們明天再說 那大家如果不是 就盡量去擺人頭就夠了 有甚麼事情要做 他在旁邊打烹煙 拿一杯飲料喝 有甚麼事情 這樣也不可以嗎 OK 好了 大陸人當然勇武 老實說 譚明文他們如果見到 屌你老母是 不過我覺得這些情況 總會在香港出現 你繼續是這樣 遲些都會出現 官逼民返 你官逼民返而已 你想一下 現在這群年輕人做的事情 就是之前我們所說的事情 即是四、五、五、六、七年前說的事情 被人屌 離京半島 被人屌,屌你屌你去死 然後有一個人說 我明白 我體諒他 你再是這樣的 黑警再是這樣的 在無特別警告 甚至乎沒有需要底下 人家都在散 你無論是前後夾 周兩次重演這個 中信事件 那些人不斷不斷說吼 不斷學人 空狗人問人在哪裏 遲早離譜 一離譜的時候 你老母是 大家又會行進一步 就是 喂 他們打警察是不對的 那些警察是這樣的 一模一樣的 即是等於你 這條混蛋 流馬車在茶餐廳 在你瞪著人 瞪著什麼 人家的職員 他不斷打你 都不關你藍絲 黃絲樹 老實說 不過我又不會打他 老實說 他傻了 我就真的不喜歡說流馬車 真的不好說打 因為他真的是白癡 他真的是拿白卡 你要體諒他 但是你想想 如果我和你 在當下的茶餐廳 他這樣說 老友沒事 你沒什麼東西 你忍不忍住 真的 但他真是傻 被人打到豬頭 還要在這裡自拍 他又打到Facebook 那你是否打到抵打 是 讓他被吹鬧仗 好 接著就說什麼 先多謝 超級留言 超級留言當然要多謝 由788 第二次788 多謝你 其他全部多謝 大灣區 這件事大禮幕 社會信用體系 說說7月5日發佈了廣東省的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建設三年的行動計劃 在2018至2020年 大禮幕 當中會推出社會信用體系 這個消息人們很害怕 因為一上網看網頁 你就見到雖然是香港 澳門、台灣、香港政府 包括列德權都說是不會實行的 但網頁就見到 是寫有香港、澳門、台灣 不過你按下去這三個地方 連結就顯示不到 那什麼社會信用體系 就是第一 譬如你去乘飛機 平時乘巴士 你沒有違規行為 即大媽殺人 跟著你是衝擊那些 就是 你扔那些銀仔去引擎 衝擊那些鐵路 衝擊那些巴士 打那個司機 甚至是明明你沒有買票 又硬上車 好似是在捉著中國人 知難人 平時的野蠻行為 不守秩序行為 但原來 如果你從事政治的事 譬如你去恥視效威 游華行 他都有機會去捉你 說你沒有社會信用體系 而這個體系 第一會有獎 你沒有凡事可以獎你 亦都可以罰 他認為你有凡事 他便可以罰你 除此之外 亦都有傳出 一個叫做多功能智慧登署 這叫做人面識別 他不單止是這樣 有人面識別 有些感應器 有什麼收集城市 數據 定位器 5G 什麼都好 原來香港包括 中環金鐘 銅鑼環尖七吹啟特 下角度 天尾島 比較上是多政治活動發生的地方 已經全部安裝 而且接下來 甚至會擺在18區 現在的人就會質疑 雖然你說 不會將社會信用系統擺在香港 第一 你共產黨能否信用 你之前說0708可以商補選 你說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又一國兩制 有沒有誰承諾 包括你中一聯合聲明 你簽了 都可以說 你市民檢的時候 你說的話 香港人不會信任 於是大家便很擔心 除了一舉一動 是被人知道之外 你只要稍微做少少事 做共產黨不同意你 你可能連坐飛機 坐車的自由都沒有了 首先我們回應一下網上 網上有個網友 我不知道叫甚麼名字 說聽見喵喵的笑聲 阿肥斯 阿肥斯已經是愛上去 還說聯想著她的樣子去打飛機 聯想好了千萬別見失去 你簡單說 就是張柏芝沒有化妝 是 不過加一粒 還有巨語版 差那麼多聲 跟柏芝都一樣 大很多 若不然怎麼說 要叫做MiuMiu 是 Milk 好了 首先這個信用體系 這些評分制 你只要多少左膠 要多少含家產的人 才能量到這些方法出來 要搞白色恐怖 等你自我審查 不敢做事而已 這是其一 其二他們天生就是喜歡左膠 左到某個程度就變成共產黨 其實左呢 這些計劃的人 相信社會主義 相信左派經濟理論 即計劃經濟理論的人 基本上 往往是那些所謂的精英 經常想一下 怎樣可以管治得好些 管理得好些 好了 想起這個死竅 我先不要說他會不會在香港用 先不要說這件事 據說我看過那段文章 他有個底分 每人開球有個底分 好像我們開車一樣 就好像八百底分 就不知道什麼 什麼什麼 就會加分減分 減到某個程度 你可能買不到票去看演唱會 買不到票 甚至乎乘飛機 有時候我們這個世界 每一個人都可能會有犯事的事 譬如你說在飛機上吵 他好像很有道理 你飛機上吵 你為什麼不來 你就扣你分 飛機上吵 你自然有機場的法例 或是附術法例去執行法例 拉丟他 又或者罰他錢 第二次你再犯 會罰多些 你不能夠因為他在機場 以我們普通人的角度來看 曾經因為打個尖橫盲過 於是連剝奪他 去搭火車的權利 又或者上街的權利 你不可能這樣 好了 他就說 連連那個什麼 智慧 人面識別 首先要這樣說 我覺得大家 真的不需要太擔心 如果大家有留意 我們《啤梨漫步》 我們之前都說過 或者很多其他人都說過 他說你老母 他要做這些監察 就是Monica 那麼多人 他需要一樣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叫做晶片 這些晶片 是不是他能夠生產到 還是美國佬會放水給他們 我真的很懷疑 老實講 你老母 現在美國佬 有些人說美國佬 放水給他們 要營造良好氣氛 就是說川普 川普當然要營造良好氣氛 因為他現在這一刻已經在修成 他現在還在罰你稅 他沒有說截低 即是加了那些 他說有些東西放給你 放些什麼東西 放些好氣氛 電線 就放給你 走街都買到 就放給你 但是有些關於國防的 好像這些人面識別的晶片 國防安全呢 我不記得是ARM還是高通的 總之是高通的 是貴的 之前我們節目說過 可以買到嗎 如果用他們這些東西 是不是可以發揮正面的效果呢 好了 發揮到正面的效果 還有一件事 為何這個政府是零零射射 任何政府做這些事情 都一定是很大的爭議 在共產黨更加不可能讓他做的 他做這些事情 就終於會令到連大陸的人都會反抗 你說大陸的人不會的 不是的 經濟不好就會的 經濟很少大家還在享受的 當然是什麼 你要記住 很簡單 你說我要這樣 我說要這樣 於是讓大陸人覺得 我只能打你了就好 我會引引你 但是現在你繼續是要這樣 繼續是要監察我們這樣那樣 不過我的精神 我又賺不到錢 那我為何要聽你說 就是很簡單的道理 好了 我忘記了想說什麼 我剛才有個項目很好的 忘記了再跳下去 好了 你說會不會來香港用 聶德權第一時間彈出來 就說不會 有些人說殺有戒事 但是這件事傳出來的時候 其實他的新聞本身都不是那麼大 他就殺有戒事 在自己的Facebook上回應 那我呢 就反而不禁懷疑你們 是不是會在香港搞呢 為什麼呢 香港是反動基地 你因為擦鞋 但要搞清楚一件事 其實這件事是難在什麼呢 你一被他這樣搞 首先其實我們這些追求自由的人 一定是反對的 不需要講特別道理的 但是你在大陸危險 或者你將這些權 在這些政權政黨更加危險 因為你是貪污舞弊 他們要花錢 他們沒有錢 要賺錢 我一夠來都行 買分行不行 到時我懷疑你老母去 我懷疑你社會信用評級得分 我懷疑你五百分 我出不了 拿不到我的Visa去日本去行 懷疑你老母就買分 甚至見你權貴不扣你分 或者懷疑你老母去 我上去說 好啊 你都真身都很好看 你已經說懷疑你老母去 我給你拿二點分 懷疑你老母 好 你哪有可能出現這些事呢 我真的想看 現在這個社會信用體系 就不會在香港發生 我其實挺希望在香港發生 既然這件事是好事 真是好事 你業務得權 你為何說 如果你說不會在香港發生 信水彈彈的 是否就是說 這個制度 這個社會評分 是壞事 那怎麽大陸可以實行 大灣區可以實行 你又叫我回大灣區 講來講去的事情 其實 懷疑你老母 轉去就是 只要你沒有民選的政府 沒有人民監察的力量 全部媒體都是懷疑你 其實大陸跟香港一樣 大陸現在用一種高壓 香港也有大陸法 不過香港反抗 其實我希望 我們大陸那麼多人聽 特別是珠江省、窩洲、廣東省 如果大陸的人好像香港的反抗 共產黨真是難搞的 你們其實真的可以學 我覺得 你老母不想跟他們硬拼 當然 他們連和平的權力都沒有 陳文芝士 尤其是他們上面有一班 這麽想像賤格的人 這麽大班 社會真的封閉 我們香港這麽開放社會 也有這麽多人 另外就有個秘密警察 遍佈香港大灣區 也是這個題目 也是這個題目 那麽不要說這麽多了 我們不如正正經經 就講一下Fat C 怎樣可以 你要追求MiuMiu 就要盡快 因為今天林康正跟我說 MiuMiu做了到什麽時候 這星期 做了這星期 我會跟MiuMiu聊一下 我希望我可以挽留到他 可能9月之後他會回來 但是如果MiuMiu一出去 很難回來 為什麽呢 以他現在這樣 因為他還未了解到自己的優勢 如果 但他的優勢也明顯 他明顯還未會突出 明顯和突出是兩回事 我們每一個人做一件事 譬如莊項修那麽說 什麽叫莊項修呢 是將好好的東西突出來 將肉酸的東西遮蔽著他 每一個女生扮靚都是為了這件事 但不是他懂得突出 他以為突出 原來屌你 根本就突出不了 又或者他以為漂亮的東西 他準備突出來 其實根本就不想你 但是如果他懂得 真的突出自己漂亮的地方 我想說MiuMiu 終於都不是池中文 他在我們公司上效力過 其實我們只要這樣說 有一天他變紅了 或嫁過有錢人 我們能夠覺得 MiuMiu以前跟我們做過同事 或者在街上看到我們都會 林康正、比利哥 我們都很恩惠 難道我們賴蝦毛 還想吃這些天鵝肉嗎 何況我們要去Fed C 所以想到要在街上 幻想好的樣子來打飛機 不用 你真是有本事的 你打飛機拿電話拍 拍完 傳給我們看 我說你很恩惠 傳給MiuMiu 我給你一個電話 休息